我姐这个二傻子给自己找了个这么厉害的夫婿 我想给他出头似乎都有点难 武装是个实诚的侍从 直接说出他的心里话 我觉得世子还是先照顾好自己 别给王妃添麻烦 你不给他添麻烦 就已经是帮了他的大忙了 宁文叔真是气得肝疼 这是哪里来的傻货啊 玉锦修看不起他也就算了 武装也看不起他 也是 他现在病得全身上才一点力气都没有 要不然他真想打死武装 玉锦修拉着宁妙威走出威远侯府的时候 冷声道 宁妙威 记住自己的身份 你是女子 不要随便和男子拉拉扯扯 宁妙威发自内心觉得他有病 他和自家弟弟拉个手指 关他屁事 宁妙威看着他拉着他的手 王爷 请注意形象 不要随便和人拉拉扯扯 在我们隔离之前 你都是陈王妃 只要你一日是陈王妃 那么本王就能随意拉你的手 你要不服气 可以把自己的手给剁了 宁妙威也算是活过两辈子的人了 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不要脸的理论 他生起一口气 告诉自己不要和他吵架 吵了 他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他干脆把手抬起来 两人的手扣在一起 宁妙威照着他的手背就亲了一下 玉锦修整个人顿时如被电击 直接就愣在那了 宁妙威朝他笑道 王爷说的是 我是你的王妃 你当然可以随意拉我的手 我开心得紧呢 我本以为王爷在内心 是不会承认我这个王妃的身份 这会儿听到王爷这么一说 我就放心了 王爷既然承认了我的身份 想来 也是愿意承担这个身份的义务了 宁妙威一边说 一边朝玉锦修靠近了些许 用她的香肩还轻轻撞了她一下 宁妙威靠得近了 玉锦修的鼻子里就闻到了 专属于她的香气 清幽雅致 撩得她心跳都乱了一拍 她脑子有些发懵 下意识就问 什么义务 当然是圆房啊 玉锦修听到圆房这两个字 刹那间 只觉得脑子轰得响了一声 俊朗无双的脸 立即就涨得通红 她一把甩开宁妙威的手 恶声恶气的 你做梦吗 她说完直接就将两匹拉车的马 下了一匹 骑上去掉头就跑 原本玉树凌峰的背影 也显得极促无比 她这一系列动作一起呵成 仿佛宁妙威是洪水猛兽 被吓得落荒而逃 宁妙威不过是逗了她一下 却没料到她反应镜这么大 不就是清理一下她的手背吗 宁妙威愣了一下 一个没忍住 站在马车前哈哈大笑 她实在是没有想到 玉锦修竟还有这样的一面 玉锦修在马上听到她的笑声 觉得自己今天的反应 也太大了些 竟然被宁妙威笑话了 只是她又觉得 这会儿要是回去找她 她估计能笑话死她 她看了一眼手背上 被宁妙威亲过的地方 嘴角不自觉地微微上扬 她想起宁妙威刚才说的话 也只抓住了两个关键字 圆防 玉锦修之前基本上 就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现在却又觉得 如果对象是宁妙威的话 似乎也是可以接受的 玉锦修一想到这事 脸就更红了几分 再想起刚才宁妙威已过来娇美灵动的样子 嘴角边的笑意也就更浓了些 如果宁妙威看到玉锦修此时微笑的模样 估计会对着她狂冒红心 因为玉锦修的这一笑 就像是换了个人 便如从白雪漫天的严寒冬季 变成火舞漫天的热烈夏季 玉锦修隐约觉得两个人的关系 也许可以更进一步 说她往后安生些 不要再去外面闯祸 和她一起过一辈子 似乎也不是不可能 她想到这些 便将马乐主 在前面缓缓而行 等着她的马车过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